第八课 咱们就谁书 谁请客 课文2 我正好看过一篇医生写的文章 他研究发现 光饿肚子不但不能减肥 还会影响身体健康 别看暂时会瘦 但是正常吃饭后就又会胖起来 这太让我失望了 我听说不吃饭是效果最快的 运动减肥才是健康的 你不是喜欢跑步吗 你继续坚持跑步一定会有效果的 现在每天学习都很累 下了课就想躺在床上休息 懒得动 我觉得学习累了后 运动一下 出一身汗是一种积极的休息 既然你想减肥就一定要运动 如果不想跑步就打球吧 乒乓球 网球都可以 正好这个礼拜天我要和尼克一起打球 你也来吧 你怎么不去吃饭 我最近在减肥呢 晚饭不吃了 来中国以后我胖了很多 以前的衣服都不能穿了 我正好看过一篇医生写的文章 他研究发现 光饿肚子不但不能减肥 还会影响身体健康 别看暂时会瘦 但是正常吃饭后 就又会胖起来 这太让我失望了 我听说不吃饭是效果最快的 运动减肥才是健康的 你不是喜欢跑步吗 你继续坚持跑步一定会有效果的 现在每天学习都很累 下了课就想躺在床上休息 懒得动 我觉得学习累了后 运动一下 出一身汗 是一种积极的休息 既然你想减肥 就一定要运动 如果不想跑步 就打球吧 乒乓球 网球都可以 正好这个礼拜天 我要和尼克一起打球 你也来吧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球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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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